OK,来 OK 老师,当时研究会有什么活动? 比如 艺术 咦? 艺术课 我在问艺术有艺术课 艺术交流还有座谈会 当时 Go,Go,Go 老师,当时研究会有什么活动? 艺术课 还是艺术交流会 座谈会吗? 这个 当时的活动是这样 我们除了做基本的学习 学习绘画的基本基数以外 那么 那么我们也有做 一些座谈会 比如说 各国的一些画家的介绍 他们的作品介绍 怎么样去认识他们的画 那么 帮助我们在这方面 提高我们这方面的技术 但是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 我们的这些作品都不是原来的 都是从书本上 从书本上得来 所以看是很 不是很好的 但是没有总是比我好 那么除了这方面 我们还有 那时候我们车到艺术院 就会还有音乐 音乐 那么 一些音乐表演 什么 那么在大概 1960年 音乐 这个部门就 结束了 就只有 美术成长 只有美术成长 好的 研究会 那时候是怎么样 组织的呢 那个会长是谁呢 还有主要成员有谁 那时候 研究会的 主要成员都是 就是 在美川的 这一群人 这些比我 本身早 大概一两年的 一些 一些朋友 他们 他们组织起来的 主要的是 林有钱 林有钱 曾过 那个 陈世纪 他们 主要的成员 组织起来 请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研究会 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比如一两件事 当时的事 哦 艺术研究会 主要的 就是在 前一段时间 就是 第一届 第二届 的这些画展 那么我们 基本上都 尽我们最大的能力 去画出 我们 所看到的 东西 所以 那几届的 那几届的展览会 都非常多人来场馆 都吸引很多人 都吸引很多人 而且 也得到我们 跟 南洋美专 校长 张立英 林学大 他们的支持 所以 我们都更有信心 在这方面 发展 那么 那时候 印尼画家 很有名的画家 马斯基阿图拉 也来支持我们 他一来到新加坡 一定来到我们的会社 那么 有时候 看看我们 怎么样画 知道知道 这样 所以在 在那段时间 我们都 会员也增加很多 大概有好几百 这么多人 有一次 就是 只要连音乐股 音乐 的话 大概有七八百人 哇 好多人 后来 就因为 环境的影响 各方面的影响 就慢慢减少 那么 一方面 是费用的问题 因为我们 这些人 都是没有 那时候 工作很少 没有什么工作 每个人 都拿 自己的钱出来支持 这个 那么 我们 比如说 我 长期 一直在 这个会里面做职场 我们也没有 拿薪水 就是 做工后 来 来交换 都是医务的人 都是医务的人 有收学费吗 那时候 没有 没有 那个 只有收 匯费 匯费才一块钱 哦 然后 还要换 屋出席 什么 直到最后 的几年 我们的会手 没有发支持 对 那么 那么 就 跟那些 有一间 有一间 有一间是 破月公余林的会 就是 新加坡河的那些 破船 破船码头的那些 工人的会 那么 他们的会手 让我们 支持我们 一直到 我们会 结束 好 卡通了 卡通了